今天去曼谷打第三针科兴疫苗 在高速休息站买个星巴克 居然看到我们MG 这个MG轮胎改的有点骚 这个应该是MG6吧 就是发动机开半年就想着不要不要的那种 这个轮胎可以 高速上人也那么多 这几个杯子还长得挺好看的 我的星巴克,我的星丁热在哪里? 这个队应该是我的 坐好了 好继续赶路 要迟到了 来到这里排队 这个队伍里面大部分是中国人 也有部分是泰国人 春苗行动非常感谢祖国 能让我们达到第三针 这还有一个疫苗护照 这应该是泰国人自己办的吧 进来之后的流程应该是先在这个车上面找自己的名字 然后再排队 拿号 然后就按照顺序 在这里换注射的另外一个编号 这小姑娘长得还不错 他在我前面呢 这种人就是一个泰国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队伍里面 什么情况都有 跟着大部队 十个人一批 往这里走 然后 进电梯 去十一楼 穿过这个停车场 前面这部分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兄弟 好像基本上都是在 曼谷及曼谷州边地区工作的一些技术人员 因为我看他们的穿着 都感觉是那种技术公众 前两天预约到这里来取钱 今天来了 告诉我要带存折 我说 昨天没跟我说要存折 然后就跟现场办一本新的存折 头疼 拿个四十万都要鱼做孽 这个窗口先来放那个蓝色盆子 那个叫什么存折 这个呼啸三分钟 疯了 签名 你把他拿到四十万了 吃了那个 类似于像毛罕的东西 又来医院掉水了 这次是急性肠胃炎 拼人弄了一个小时 泰国掉水啊 你不和他说的话 他水放的速度其实很快的 你可以把它调慢 不然的话 你的心跳可能会很快 这一点大家必须注意 初五大清早出来放鞭炮啊 迎接财神 这个急性肠胃炎 还没好力所 先出来 穿的红通通的 把这个鞭炮给放了 把财神借回家 对吧 这五千小的鞭炮 包的还挺严实 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 那在初五这个迎接财神的日子 老张在这里也祝大家 裁员广进 红红火火 这玩意儿我研究了半天 影线很短的样子 本来想在公寓里面房 结果不被允许 那只能跑到公寓外面 正好有这样一块 空地 那边上就是 天然的露天垃圾厂 对吧 五千小的鞭炮 还挺长的 拉还拉了半天 比许先点支烟压压筋 压压筋 压完筋之后 本来想拿打火机直接点 但是发现影线太短 只能拿香烟去点 点燃之后 就得小鸡快跑了 好吓人 很久很久没有自己放鞭炮了 赶紧跑 再来 到处里了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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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泳汽車 這就是泳汽車